中医肿瘤专家育仁存抗癌18年无复发 他总结的三个重点值得收藏 相信许多患者都有过疑问 究竟是西药抗癌好 还是中药抗癌好呢 而有这么一位中医肿瘤专家 却能够将中西医有机结合用来抗癌 既能缓解化疗毒副作用 还能减少肿瘤复发 转移以延长远期疗效 他就是北京中医医院肿瘤科主任育仁存 中医肿瘤专家育仁存抗癌18年无复发 他总结的三个重点值得收藏 并且在晚年他自己也罹患了癌症 但是凭借读到的抗癌方式 让他得以在患癌后近18年都无复发 从而实现了临床治愈 那么他是如何做到呢 本文就带大家走进这位肿瘤大师 而他的抗癌理念也能给我们常人带来不少启示 1934年 育仁存在浙江绍兴出生 自幼起就深受中医的影响 21岁这年 育仁存从江西医学院毕业 随后便开始自己的中医临床之路 而他在内科肾病和肿瘤领域颇有建树 随助临床经验的累积和科研的深入 育老也紧跟先进科学理念 形成了中西汇通的学术思想体系 他认为肿瘤发生发展的关键是内需 也就是由于机体先天禀赋不足 或者后天没有合理调养引起的脏腑虚亏 以现代医学中肝癌患病过程为例就是说 患者本身是存在潜在的癌症一杆基因 当日常饮食不健康 常接触到含黄蛆酥过多 发霉的食物或含亚硝案较高 烟菜熏鱼肉等的食物时 就会导致已肝基因突变而形成癌症 因此根据这一理论 在防癌方面就要从阻断外来致癌物 和提高机体防御能力两方面入手 而这用孕老的话来说 就是去鞋与扶症的理念 而她通过这一理念 为无数癌症患者带来了生机 2017年51岁的癌症患者石女士 意外确诊了肺腺癌 她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平时不抽烟不喝酒 竟然也会得肺癌 但在好几个月的四处求医问诊中 她才明白是常年的厨房油烟 导致她患的肺癌 当时她接受了医生的建议 先切除了幼肺病灶 后又进行了七次化疗 这一年期间 她经历了异常痛苦的西医治疗 病情也时好时坏 勉强控制 可在一年后的一天 石女士突然摸到自己双侧颈部 出现了多个质地坚硬的肿块 去医院一检查 发现肺癌又像雨后春笋般卷土重来 石女士为此哭了将近一周 走投无路的她脱关系找到了育仁存教授 听完她的遭遇后 育仁存开具了油白花蛇蛇草 黄芪、芙苓等药物构成的处方 理由如下 白花蛇蛇草具有驱邪功效 黄芪和芙苓则兼具补肺健脾和扶症的效果 而育佬这么做的目的其实并非完全杀灭肿瘤 而是帮助患者实现长期的带流生存 不仅她给别人是这么治 她自己患癌时也采用了相同的思路 2005年 育仁存不幸患上了结肠癌三期 而且伴有淋巴结转移 显然这已经属于晚期癌症 而当时她的主治医生更是预料 年已71岁的育仁存生存周期不超过两年 可一直到2022年11月25日育仁存理事 她共计抗癌近18年 享年88岁 在此期间 她一直没有出现癌症复发 可谓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带流延年益寿 而这放在任何一个晚期肿瘤患者身上 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并且更为幸运的是 她将自己的抗癌总结成了三点 而前面所说的扶症曲邪理论 则只是其中一方面 第一 要辩证与辩病相结合 辩证论治是中医治疗的一大特色 也是玉老认为的中医治疗中最重要的方针 在肿瘤治疗中则体现为 在不同患者的一个阶段 可以出现相同的症型 此时就能够使用相同的药方去治疗 也就达到了疫病统治 例如在玉老的多年临床实践中 重点研究了脾虚症 她发现许多消化系统肿瘤 在病成的某一阶段都会表现为脾虚 尽管用现代医学来看 其病理生理机制是错综复杂的 包括蛋不限于T细胞亚群活性下降 胃肠运动功能失调等 但是使用相同的健脾中药后 却大多能够得到明显好转 接着玉老又发现 许多癌症患者存在气虚血瘀症 尤其是在接受手术和放化疗之后 患者气虚血瘀的表现更加严重 此时使用益气活血方法治疗后 就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病情 另一方面 同一疾病的患者在不同时期 也会有不同症状 此时就需要使用不同的方药来治疗 也就是同病一致 例如即使是肺癌 也会因个体差异表现为 气阴两虚或者弹湿运结型 第二要局部与整体相结合 局部病灶会慢慢侵蚀脏腑和器官 逐渐可影响到全身 最终表现为全身各系统的功能失调和形态变化 即牵一发而动全身 反之全身整体状态又能够影响局部治疗效果 所以在癌症患者开始治疗前 必须先弄明白他的全身状况 才能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 其实这个也不难理解 我们在生活中常常会听说 有一些人即使经过了手术 放化疗 把相药等一系列治疗 但是病情却仍旧快速进展 最终短期内死亡 只因他的身体整体状态极差 还有一些人即使身处晚期癌症 没有进行手术或者放化疗 仅仅用中药条理体质或者对症治疗 最终却反而实现了长期生存 这些都体现着整体与局部的辩证关系 第三要扶症与驱邪相结合 预老所说的扶症就是扶住正气 通过药物或其他提供营养 功能锻炼等方法来增强身体免疫力 达到战胜疾病的目的 尤其适合以正虚为主的肿瘤患者 而驱邪则是使用攻毒等重要方式 或者部分吸医方式来驱除病灶控制癌症 其中消灭癌种及驱邪是预老认为最重要的原则 这一点也符合我们当前抗癌的认知 但是预老也提醒驱邪虽然是主要手段 却不能一味的攻血 否则反而还会伤正气 也就是损伤正常组织细胞 这反而不利于机体生存 所以说不能盲目的一刀切 或者化疗追求无流状态 这都是不可取的